文化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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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一直關注的是 繪畫裡面的進行性 它可能裡面存在的虛無的東西 但是它也不會說完全去到那個地方 我通常來說的話是以嘉賞為主 而报纸是我选择纸质的一种 它有三点令我比较着迷的地方 首先我是通过单张单张拼接成我所需要的尺寸 它这种地面的 它不像你正面去面对一张画面 你是一种俯视它 在一个脚上俯视着它这个角度 其次报纸这种材料遇到水之后它的颜色变重 所以说这种在干与湿的过程中 它是两种效果来的 然后报纸上本身的图案或者文字 再加上我自己主观去选择的图形 它都形成一种不确定性 它其实跟你共同去创造了一件东西 它是混扬天成的 你在第二天去面对它的时候 就是它以完全一个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候 就是那一刹那它带给你那种兴奋 那个兴奋点在那里是达到最大的一种爆发 这次画传周我带来的是一组关于叫空虚录的作品 空虚是我们普遍人认为是或者我们社会里面定义的它比较消极的一个词 生怕这个词套在自己身上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 我觉得有时候空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 或者说这种空虚是这种蠢蠢欲动 就是饥饿以满足之间的那种游走那种状态 我想普抓的是这种瞬间 我加了一个动作就是图像的延伸性 就是穿过这个图像 我要的是 包括艺术家或者是观众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那个领悟是一种活着的 你的感知你的心是能穿过这个图像的 就是通过我的画面 我设下的这种图形啊 设下的这个陷阱来捕获我需要的那种感知的东西 永不丢失地保存在这个四分框里面 永不丢失地保存在这个地方 永不丢失地保存在这种业头 永不丢失地保存在这个地方 既然是不丢失地保存在这种相机 感谢观看